画面中的孩子们开心的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玩耍 但有些孩子有发展迟缓的问题 虽然父母亲发现异状 但因为害怕被贴上标签 因此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 造成难以挽回的状况 新手的爸妈他可以参考 我们卫生局他有提供一些 不同年龄层的发展里程碑的一些资料 那另外呢这个资料呢 其实他也不是只讲某一方面 他事实上比如说他会大动作 精细动作 语言或认知发展 他在哪个几个月大的时候 他应该有什么表现 这个我想我们卫生局都有这方面的资料 婴儿在出生后到前六年 是脑部发展最迅速 最重要的阶段 根据台北市卫生局统计 104年进行早期疗愈训练的人次 比102年减少了8% 显现家长对早期疗愈的重视度 还需要强化 所以其实说你说早疗这块有没有效果 其实其实还真的蛮有效 因为我们做了三年的成效就在这里 那其实台湾在早疗这块 我觉得发现其实还蛮用心的 倒也不一定要六个月大才开始刺激 我想你把他抱回家时候 你每天都会跟他讲话的 那不同不要以为他不会讲话 他就没有听进你讲的话 所以任何时候不管是正常发展 或是发展慢的孩子 家长的互动都很重要 不管他有没有跟你回应 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讲的话 他会听得进去的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 而早期疗愈是一项人性化 主动以及专业性整合的服务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 如果孩子确诊为发展迟缓 就要尽速前往找疗合约医院 进行疗愈服务 才能把握黄金治疗期 改善迟缓的现象 开播大台北市卫星 文曹德华采访报道